今天我們介紹噴槍化妝 最主要的裝備有一個空氣壓縮機 最主要只有兩個按鈕 一個是POWER 一個是MODE MODE最主要是轉來不同面部範圍 平時最需要用的是一個空氣壓縮機 如果是外出用的話 我們可以不插濕點的時候用乾電磁盒 裏面只需要放8顆2A碟 我們就可以在室外使用 我們今天MODE RICO 主要皮膚的狀態是有少少暗瘡印 黑眼圈位 有少少泛紅的位置 鼻邊甚至是想起暗瘡的位置 我們一會兒都會用airbrush遮蓋 今天我們會用一個自然的粉底色 我們有一個橄欖色的adjuster 它主要是把粉底調去比較藍色 比較適合亞洲人 這樣妝容會更加自然 第一個步驟是幫ariko遮蓋少少黑眼圈 首先用自己的高清遮蓋 其實它最主要只有兩種顏色 一心一淺 我們就自己混合一種比較適合亞洲人的顏色 在這個步驟 其實我們把它遮蓋大概三四成都已經可以了 之後就會用airbrush在面上遮蓋 因為一般化妝師都會用遮蓋的時候 希望遮蓋100% 但因為我們一會兒也會遮蓋到這些位置 所以不需要遮蓋全部 現在剛剛塗完遮蓋 我們就開始把這個適合ariko顏色的粉底塗進去 大概七滴左右 然後混合我們剛才所說的 將它調成藍色的olive adjuster 大概三滴 我們就有一個動作的 將它開機 按著出風的位置 向後拉 這個動作叫Bud Bubbles 讓它倒流的時候 其實在裡面混合了顏色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開始噴粉底塗 其實有幾樣東西一定要留意的 第一就是那個窗和臉的距離 我們通常就不會叫你記住多少吋 但是大概你以為是一支窗的距離 推得太近的話噴出來的妝是不均勻的 那就不會那麼好 第二樣東西就是我們支窗不會停留在一個位置 一定要保持著動 第三就是我們這個trigger 我們不需要拉到最盡 如果拉到最盡的話 粉底出得太快 其實妝也會噴得不美 一邊用這個打圈的動作 全面這樣噴 去到一些遮瑕位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一個動作叫Point and Shoot 就是將支窗推近一點點 那我們其實做了幾下之後 其實要給少許時間讓它乾 然後再呈覆做 如果粉底是不夠時間乾的話 其實它也是妝出來沒有那麼自然 會比較厚一點點 去到比如有些粒粒的位置 或者比較泛紅的位置 我們都可以用剛才的Point and Shoot 這個動作去遮瑕它 做幾下其實都會立即淡了 剛才我說了 其實做了遮瑕的位置 我們都會用airbrush在面上 再加強它的遮瑕號 剛剛我們完成了整塊臉的粉底 在下一步我們就是做一個highlight highlight接著就是shading highlight我們用的顏色 其實是一個叫Deva's Glam 是裡面的一個珍珠色 它有一點點反光因子 所以它做highlight會比較明顯 我們其實大概要三至四滴就足夠了 highlight的話 因為我們要做它本身的P字位 所以要推近一點點窗 但當推近之窗的時候 就要拉得更加少了 不可以說一拉出來 是臉塞了這樣一疊 其實就是finish會沒有理想 光影位是這邊 我們可以覺得不夠 其實就不要想著一起可成一次過做得太多 反而是做完其他位置 再回來再去做它 給一點時間去乾油 現在我們預備做shading 用一隻比較深色一點點的 其實它本身也是liquid foundation來的 但是以亞洲人來說 其實已經是用來做shading 大概是三至四滴 開了一個gauge 然後我們就在想做shading的位置 要謹記不要把trick or lie的太準 輕輕地做 做完一邊 給一點時間去乾 然後做另一邊 不夠的時候再回頭 一會兒 這樣做的shading就不會有一些很實的漸條 因為它的毛髮是令到整個finish會比較刺激 剛剛我們完成了shading 所以基本來說底妝 粉底光影和陰影已經是finish的 之後這個步驟就是做胭脂 接下來我們也會做眼影 其實胭脂色我們都有很多種 according to 各個模特兒本身 它的皮膚適合什麼顏色 或者那個occasion是什麼情況之下去選擇 而其實這個胭脂色也是需要很少 三至四滴已經是足夠的了 那我們對正它的apple的位置 因為這個顏色是比較鮮色的 所以我們拉的時候又要再輕手一點 剛剛我們做完一個胭脂 基本上彩妝最最後一步就是做一個 airbrush的eye shadow 大概三至四滴左右 就已經可以噴上兩隻眼了 那我們快點吧 我也要不要用一點的 又可以說一下 既然將它磊子、них部位 坐在一邊 所以我們說真的要看 最好 會有十足 我們要看 我們要看 剛剛我們幫Model再做一些眼線 還有一些眼眉和唇膏 整個妝其實已經是完結了